同学们 我们继续来讲欧洲的贵族是什么 现在我们要讲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小问题 第三个小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等级贵族 等级贵族就是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情况 欧洲到了十二世纪以后 普系变得明确了 不仅仅是普系变得明确了 还带了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贵族 他们的所有的条件变得严格了 你是不是这些贵族呢 看你有没有封号 看你有没有血统 看你有没有财产 看你那个财产是不是世袭的 看你有没有会打仗 有没有贵族职业 那么这么一些人呢 组成了一个贵族集团 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大贵族和小贵族啊 他们之间进行互相通婚 这两个集团开始融合 所以总的来说呢 我们给它名字叫做等级贵族 等级贵族呢 为什么会产生呢 为什么到十二世纪以后 欧洲的贵族和以前很不一样呢 这还是要同欧洲的社会发展有关系 我们知道查理曼帝国 它的崩溃 大概是在八百四 大概在查理曼死了就崩溃啊 那么这个查理曼 大概是公元八百年到八百四十三年 那个时期 那么这个帝国崩溃以后呢 一直要到公元十四五世纪 那个时候皇权强大了 国王强大了 那么在这个公元八百年到公元十四五世纪 真的有几百年时间呢 基本上是有软弱的贵族 软弱的皇权和分散的贵族领地制度 相继而组成的 也就是在欧洲有几百年啊 查理曼大帝那个帝国崩溃以后了啊 基本上就是分散各据 这和中国不一样 中国他有一个国王皇帝 然后有各州政府 他有宪官宪令 所以中国是管得很好的这样一种制度 但是在欧洲呢 基本上有这么几百年的乱世 叫做分散各据 很不一样和中国很不一样 那么你既然国家比较衰落 中央政府比较衰落 地方上呢又要靠贵族自己来管理 那么这种情况怎么管理呢 他就要组成一个由贵族的私人关系 所组成的这样一个封建贵族的联络网 也就是说上面管不着 但是我们横向里面 贵族就要组成一个 把他们的贵族制度结构化 为了使大小贵族呢 能够联合成为一个紧密的贵族网络 那么就出现了非中央极权化的政治形式 比如说领主附庸关系 就是说我是你的灵主 你是我的附庸 你是我的人 这本质上不是一种国家关系 是一种私人关系 还有财业制度 我给你一块土地 你帮我打仗 还有血缘关系 我和你之间关系非同一般啊 因为我们是什么 亲家 还有婚姻关系 那么欧洲我们提起 欧洲这个时候的很多婚姻呢 都不是建立在恋爱关系上的 而是一种政治婚姻 所以呢 只要国家制度不发达 那有的就是私人关系 私人关系变得那么复杂 什么私人关系呢 领主附庸关系 财艺关系 血缘关系 婚姻关系 它就大大发展了 只要皇权国家机器率落 私人关系就发展 所以呢 欧洲贵族集团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呢 结果就发展了私人网络体系 这是在欧洲历史上的 是很有资格特点的 所以我们首先就这么说 等级贵族的出现啊 首先就是和中央政权的 长期软弱有关 比如在中国 中央政府很强大 采取的是私 官僚化的管理 和科举制度 所以 这种情况下 你这个私人关系就不可能强谈 所以在中国贵族势力 并没有形成独立的 不依附于国家政权的 那样一种贵族等级结构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呢 出身寒门的人通过科举制度 也可以博得公民 甚至可以寒冷掌机要 就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百姓 一旦中局 他可以当很大的官 但是欧洲不一样 欧洲由于皇权啊 也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利啊 长期衰弱 这就是使得贵族 可以得到独立的发展 贵族的这种发展呢 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利用的是非政府形式进行的 利用私人网络关系进行的 所以我们说呢 或者贵族到了12世纪以后 出现那种横向的联系呢 实际上也是他们生存的必要 这里面一个情况 就是贵族开始分封贵族 既然国王不管 那么贵族我是个伯爵 我可以吩咐你骑士 我是个公爵 我甚至可以分封伯爵 或者呢 名义上还是国王分封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地方贵族 去找一个软弱 权力软弱的国王 点点头就是 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把那个贵族的分封关系 他也掌握在私人手里了 我觉得你可以 我就分为你贵族 分为你的旗帜 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同啊 第二个不同呢 就是呢 建立了以 一个集团 一个集团 为那个 为特征的独立皇国 那么等级关系产生 第一个原因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是中央皇权的衰落 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 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 就是五四集团 也就是七十集团 和大贵族集团 这两个集团开始合并 这件事情很重要 这件事情发生呢 也是在十二世纪开始的 在西方的语言里呢 贵族有两个称呼 一个叫什么 叫Nobility 一种叫Aristocracy 这两个不同的说法呢 那个Nobility这个词 是指某人从国王 或者其他大贵族 那里获得了一种贵族身份 这是前一个词 然后呢 获得身份以后呢 他又成为国王和大贵族的人 要对他们履行义务 主要是军事性的义务 为他们打仗 后一个词呢 是 它是从希腊语的一个词根里弄来的 指的就是最好的 最优秀的 引申为大贵族家族 引申为大贵族家族 所以Nobility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一种领主附庸关系 而那个Aristocracy这个词呢 指的是大贵族家庭 那么所以欧洲呢 那个贵族呢 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但只有到12世纪以后 他们才真正具有了贵族的等级意识 五四贵族和大贵族 这两个贵族流派 两大贵族集团开始合并 这是等级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基础 在12世纪以后呢 本来只是打仗的骑士 现在也过去了贵族的优雅的生活 我们现在经常有说叫骑士风度 我们没有说叫贵族风度 那贵族风度 贵族本来就有风度 不要你多说 但是为什么说骑士风度呢 是因为骑士本来没风度 现在12世纪以后 那些没风度的人 渐渐的会唱歌啊 会写诗啊 会保卫妇女啊 会懂得怎么做一个虔诚的那个基督徒啊 所以呢 因为所以在当时是一件什么 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 那些只会打仗的武夫 突然间会唱歌了 这件事怪不怪 非常优雅 为什么他们会做到这一点呢 从结构上来说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骑士的武士集团 和大贵族集团开始合并 这一个合并是提高了骑士的地位 骑士也渐渐过去像大贵族那样生活 因此呢 他们的文化地位也有所提高 因此这件事刚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叫骑士文化 那么这些骑士会不会唱歌呢 会不会做诗呢 不会 他们要学 而且学不像 所以要遭人笑 所以骑士风度好像听起来 是一个保义词 说你这个人怎么行啊 你怎么会 实际上当时是被人看着笑的 就是他要想学高雅 却学不会 产生的一种名字叫骑士风度 这就是本来是打仗的那些骑士啊 现在过去的贵族优雅生活 他们呢 就创造出一种叫骑士文化 他们模仿的是大贵族 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贵族高贵的出身 他们只是模仿 更加高贵的人的生活方式 但是是由谁来教他们呢 这是由他们的妻子来教他们 为什么呢 就是骑士是怎么进入到 大贵族集团里面的 是通过婚姻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 为什么骑士要保护妇女啊 为什么在骑士风度里面 妇女起这么大的作用啊 这就是呢 婚姻关系是他们的真正基础 为了保证那个贵族等级集团的质量 也为了使骑士的地位呢 进一步上升 那么到了十二世纪以后呢 凡是想成为贵族的人 必须要取得某种公民 他们这种公民呢 不等于我们中国也有公民 中国公民就是科举考试成功啊 考取了举人啊 考取了进士啊 甚至考取了状元啊 在西方的贵族 他要成为真正的贵族 也要取得公民 这个公民就是叫做 骑士的分封仪式 你要经过一个仪式 你才算是骑士 你经过分封的仪式的骑士呢 意味着你得到了贵族家族的成认 骑士和领主之间开始河流 一个领主之所以成为领主 往往也是因为他首先有个骑士的头鞋 这样呢 身份性的地主和非身份性的地主之间就出现了一条红沟 我是有公民的 我很有钱 我是有公民的 我是贵族 你也有很有钱 但是你没有经过那个贵族的头鞋 骑士的分封仪式 所以你不是我们的人 所以呢 这样一来呢 骑士集团 贵族集团 就成为一个内部封闭的集团 谁能够成为骑士的候选人呢 不仅仅看你武功 因为大鬼子未必自己真的去打仗 除了武功之外 我还要看你有没有风度 什么风度呢 文雅不文雅 会唱歌不会唱歌 会写诗不会写诗 慷慨不慷慨 帅不帅 英俊 还有没有钱 还看你忠诚不忠诚 还有看你武功 能不能为我打仗呢 你能不能打仗呢 所以呢 我们看 随着骑士身份的提高呢 对他的社会要求也提高了 为此呢 那些得到分封的骑士 就觉得自己非常优秀 走出去非常光彩 在当时呢 没有什么要比一个骑士的身份 更加崇高了 为了这个公民啊 他们是情愿的 心甘情愿的 拼死于家人杀残 因为其次的光荣 和对主人的尽忠 尽责 就被当时人宣称为 最高的美德 你想 在一个缺乏正常的社会 秩序的社会里 为什么这么提倡忠诚呢 实际上就是构成了一种 新的政治原则 这个原则有现实作用 就是它有利于把所有的贵族 都联合在一起 等级贵族于是就很有趣了 他们在自己和其他的自由人 人民之间呢 划分出一条严格的界限 就我们刚才所说的 它是等级 它和等级外的人有界限 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 贵族和其他人之间 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那个时候土地财产 多到一定程度的人 那些具有自由名身份的人 都可以成为贵族的一部分 但是到了等级时代 等级贵族时代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贵族的 不仅贵族和非贵族之间 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而且贵族生活在各个方面 也得有严格的标准 你比如在热曼人的社会里 贵族一词 最初的含义是指一种状况 即各方面的自由的人 也就是各方面的自由的人 就是高贵的人 这些自由人 和那些必须履行各种义务的 非自由人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到了等级贵族的时候 也就到了十二世纪以后 贵族就不是自由名 与非自由名的那种区别 而是高贵的人和一般平民之间的区别 有公民的人和没有公民的人的区别 贵族同一般自由名之间 开始有了难以跨越的鸿沟 贵族是统治阶级 只有国王 公爵 伯爵 子爵 男爵 和歧视 才是贵族 其他人都是成民阶级 为贵族所统治 所以我们这里清楚了很清楚 就是呢 出现了些新的变化 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 歧视集团的地位提高了 他们上升了 第二个情况 就是说 他们现在的标准 不仅仅看你打仗了 还要看你有没有文化 第三个标准 就是 这样一个集团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 只有内部成论的等级集团 他们和社会上的其他成员 之间 有一条 难以跨越的鸿沟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了细一点 细一点 我们分析细一点来看呢 等级贵族在财产的所有权方面 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说 普系 魔符 难以继承 那样做封建财产 现在变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 私有制的性质明确了 首先 采役的层层分封状况呢 受到一致 因为效率太低啊 我哪知道你的后代能不恶恶打仗呢 我怎么知道你能为我履行军事义务呢 所以就渐渐的瓦解了 因为这个意味着什么 采役层层转风 这就意味着领主的领主 不是我的领主 因为每个封城呢 只负责给他土地的人 那么等到你这个财产多层分封以后 又去尝到你的后代以后 你这个财产很可能就落到了一个 不为你履行军事义务的人手里 所以呢 这个原则就被废除了 第二个原则 一个封城拥有很多个封军的状况 也得到了抑制 十二世纪以后 一个封城需要他在众多的领主里面 选一个人做他的领主 不准他有无数个领主 除非在他的领主同意的情况下 他不得再去选择其他人 来当他的领主 这种财亿和封军的单一化的规定 就是财产 同某个封建筑的联系固定了下来 我和你之间的关系固定了下来 这样的财产关系呢 就变得完整和清楚起来 第三个情况 就是土地可以买卖 本来封建土地是不可以买卖的 但是双品货币经济发展了 土地买卖兴起了 土地买卖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土地是不是你的 那么为了涉及土地买卖的状况 就得说清楚土地是我的 土地怎么才能算你的呢 那就是说 我有土地的文件 那么只有土地有契约 你才能买卖 这样一来呢 加上贵族的贪婪的 他们就有一个想法 怎么把手中的土地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私有车程 然后呢就可以买卖 所以欧洲在12世纪以后出现了土地买卖关系 实际上就说明了什么 土地买卖一旦开始 土地的封建所有财产所有权 就真正的转变为私有的财产所有 第四个情况 严格的世纪制度呢 就产生了 出现了 就表现为长子 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 是绝大多数的 但在有的地方 也出现是幼子继承制 那么谁来继承呢 儿子来继承 根据母亲的姓来继承呢 还是根据父亲的姓来 普系来继承呢 是根据父亲的姓 根据父系的普系来继承 因为认为 父亲那里才是真正代表了 最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血统 这样呢 贵族的普系 又重新变得了清晰起来 到了13世纪 贵族必须要有家谱 才能被社会承认 贵族成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等级 拥有特权 拥有世纪财产 因此呢 它明显的有别于 没有贵族血统的其他阶级 感谢观看 并非得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